澳洲这个月2号举行国会大选 但是由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票数太过接近 迟迟无法确认最后的赢家 不过澳洲反对党工党领袖孝腾 今天已经公开承认败选 总理特恩布尔将会继续执掌政权 澳洲大选这个月2号举行 至今计票结果还没有结束 但是截至我国时间间中午12点 总理特恩布尔领导的保守党派联盟 已经取得74席 加上三名独立议员早前表态支持 就足以让特恩布尔政府 拿下了150个议席中的76席 国会简单多数继续执政 澳洲反对党工党已经取得66席 但是由5席存在争议 党魁孝腾今天公开承认败选 结束了一个星期来的胶着情况 孝腾也表示工党乐意和执政联盟合作 寻找共识让国会运作起来 总理特恩布尔稍后也宣称 相当欢迎并希望在来接的国会和孝腾共同合作 双方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这场竞选 无论如何执政党也不过是取得刚刚好的票数过关 要通过政府决策 也需要其他的小党议员支持 由于转投在野党的票数明显增加 特恩布尔的执政能力 以及执政党的施政方针 是否符合民意 备受关注 NTV7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